赵露丝凭一己之力搞定偷偷藏不住所有招商资金 虞书欣八个月没戏拍 仍然稳居一线 两位九五花到底谁更抗拒 握了个九五花对打 这也太露骨了吧 从星汉灿烂苍蓝爵到珠连玉木 永夜星河 虞书欣和赵露丝确实是有点子缘分在身上的 究竟是平台搞事故故意把两部新剧放在一起 还是他们对这两位九五花的抗拒能力格外有信心呀 一个是经商的大女主 在故事里救自己千万次 一个是全新的题材 第一次把穿输家系统加攻略搬进了剧情里 同一天同一时间开播 考验抗拒能力的时候来了 赵露丝从传闻中的陈千千被众人所熟知 其实当时他只是赔不起违约金被迫出演的 没想到直接让他爆红 在偷偷藏不住的时期 更是凭一己之力盘活了整个剧组 开拍前导演跑路 剧组里的服装道具只能穿两天 露丝就自己去和品牌方借衣服 就连剧里的小道具和剪笔画都是他自己准备的 甚至是OST都是露丝唱的 他每一个大伙的角色都是 我爱他 但我更爱我自己的大女主 青汉灿烂的承绍商 人人都觉得他要和林子盛共生死 但是他却说 我是承绍商 而非只是被换作林子盛心腹的小女娘 珠连玉木的端午 虽是出身最卑微的采珠奴 但他从未屈服 一步一步的走到了珠宝女首席 那个当初赔不起违约金的小女孩 已经成了大女主 别的小花们都怕的八个月空档期 虞书欣却已经经历了三次了 永夜星河是虞书欣首次接触穿书系统的剧情 剧中的他不小心误入小说系统中 要一步一步的攻略男主和升级打怪 才能回到现实世界里 看到这儿 大家都会说他会选剧本资源好 其实刚开始他也没有好剧本好资源 于是就把选秀当作娱乐圈的最后一次机会 结果综艺大爆 成为2020娱乐白皮书第一人 之后共识被苍蓝爵的制片人看到 苍蓝爵播出意外大爆 曾经95盘点都不带 却一下子篡为95第一梯队小花 他这次在永夜星河中 更像是本色出演 林妙妙的古灵精怪 真的和他完美契合 再搭配上穿越题材 在这个满是大女主的古偶剧里 这可算是独一份了 如今的局面就像2022年 小兰花和承哨商一样 由此看来 这次的对打不仅只是作品的较量 更是95花Top之中的再次升级 再次了解